寶可夢阿伯秀出21支手機 原來整天抓怪是靠它 我手上這台6.3吋的金雞 有個小瀏海 不過屏佔比90%算是蠻高的 另外呢 當我今天滑起遊戲 它是給愛玩遊戲的人設計的 所以當我今天滑起來 速度算是蠻順暢的 打怪不卡卡 還強打5000毫安續航力 號稱能連續追劇19小時 或連續玩遊戲10小時 它真正兩天 我真的是花了兩天 才把這支手機的電用完 2018相較2017 我們還是有微幅的成長 那2019年還是寄望可以再有 大概10%到20%成長 在台灣的市場 AI鏡頭也帶來更好景深 但華碩確定缺席 25日的西班牙MWC展 讓LG搶盡風頭 短短13秒預告 要粉絲跟觸控說掰掰 LG暗示將導入 全新的手勢操作 因應5G到來 那如果說它是在關機的時候 也能用手勢的話 預期可能在耗電的表現上 可能會稍微需要多耗一點電力 三星迎接10周年 則是走機海戰 除了S10系列三款新機 也預計有折疊機來報導 可能還有就是超聲波的指紋辨識 然後他們還有就是做螢幕下的那個開孔 所以你的前進銅市場在螢幕底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 應該算是2019年手機的趨勢 看來2月手機市場 將能看見七大品牌廝殺 動森 財經新聞 六居六指騰 台北採訪報導 我 yıl想在螢幕上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